三面現場 我覺得這個爐 我也比較 比較卡一點 但有點 有點 有點震動 想說我肥膳會放鬆 我就要推過來 眼神啊 變成我要來平衡 一種Woo 平衡 這個拖 又有一個45度的力 然後又要一直往上往下 有點力 你要不要拉拉看 現在實在開玩笑 我 我可以不要嗎 你要來體驗一下 你要腳要放下面 那拉起來就簡單了啦 是嗎 也是有 對啊 我就說還是有一定 也是有略帶到人的概念 還是有一定的重量 對 對啊 那換下一個 新的 推車 我們就會輕鬆200倍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東西 這個我猜應該可以放更多不更多 所以這個有一個 就是如果你 要拿住下面這個 尤其你就要全部都丟下來 OK 根本製造 對 那個也是啊 那個兩輪車也是 四輪車也是 那個是攤開來的吧 這個是往上疊的 試試看就知道 我也不知道 嗯 我們直接把它拉到最長 如果我們把 昨天 出去拍攝的器材 如果丟了上來 那應該 就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我太高了 我要彎油來推車 嗯 來 歡迎來拖車 那它兩邊都OK嗎 力氣 差不多耶 我覺得跟剛剛那個差不多 那需要塗點潤滑油 因為它其實有說明書 叫我塗潤滑油 我沒有塗 你這樣怎麼控制方向 不能嗎 嗯不行 可是 都要配 我覺得對我而言 是可以差不多的力氣 沒有我覺得它有點太矮了 你往前推 你往前推 還會 往前推 阿 舊的那個是 那個沒有辦法往前推 你要不要一直平衡 最近手已經有點累了 你還要跟你撐著它 這個是你隨時的去休息 是沒錯 給它一個fails嘛 你就可以 不用 你說我綁在我身上 然後我就這樣 嗯 你知道嗎 你是有那個健身嗎 我就是綁著那個 很重的東西啊 我就綁著然後 對 冷心配喔 那就要真的出去拍攝 你就會知道了 對 而且 我也不確定它這樣比較厲害 像是稍微有一點斜啊 或是要上人行道啊 之類的 這是不是也都會飛出去之類的 那個底座還比較寬 這個底座 是比較窄的 所以如果 有一點斜度 它就會 東西應該就會 然後就飛走 但是有裝比較多啊 所以應該可以已經把我 幾乎所有東西都拿起來 嗯 啊 如果 裝不下 就是它當然就是 找人幫我拉 可以拉的行李箱 然後另外一個 600D的燈也可以用行李箱 就是找人拉吧 那這東西就可以丟 啊我剛剛說有幾件 5件 1 2 5件 剛剛那邊做 那這裡有幾件 1 2 3 4 5 6 7 8 8 8 簡單 它就大小不太一樣 就 大概 嗯哼 那像是 有些長的東西 是要怎麼放 腳上 也就有這樣子放嗎 啊這個就不能壓的 就 直的也不行啊 所以也是很 沒有衣服啊 有啊它有衣服啦 沒有衣服 不是就算掉了 就是都要橫著放 啊直 如果要直的放的話 就是單純就只能放直的 就上面不能再壓東西 對就斷 要分兩趖 但其實 我應該就這樣混成這個吧 那個就那間 我應該不知道什麼什麼用的 행복 我覺得平衡有點累 重點是 如果一個很重的東西在下面 就單純一個東西 然後也很難拉 你要 spots很多 一往下壓 剛剛 Pontette的意思是我 應該是會拿來買菜 你抱歉我胖的用 媽媽 你要割菜嗎 就太要平衡啊 對阿對阿 就是而且 對阿就是你要疊 一個一定的高度 然後一定的重量 然後你還要分配重量 你才分就好 阿這個就是 一張衛生紙 跟一大堆東西推起來的 方式是一樣的 這可以 你開心出去拍一片 好